Charles Sun, 也是美股那邊跟有相關的 就是愛克森美孚 EXXON, 即是XOM 他就想問這隻股份怎麼看, 他是沒有貨的 其實跟隨著油價的表現 上年12月20日是一個比較低的位置, 當時是低於58元的美金 現在已經去到87元 就是一隻有價受惠的股份, 持續有一個上升的狀況 留意如果從一個月線圖來看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去到2016年7月的高位 當時高位是95.55 所以如果說87元左右 就去到95.55 其實潛在升幅大概是一成左右 比較高峰的位置已經是去到2014年 上年當時俄羅斯市場變為吞併克利米亞 那時的地現政治局勢比較緊張 股價都是靠近去到105元 大體上 其實你與未來的潛在升幅 都是介乎10-15%之間 未必是一個很大的升幅 所以可能適宜是小注來做一個操作 美股有個好處就是可以一股股去買 按住大家的風險承受能力的時候 可能盡量你說接回港幣的投資註碼 我想都是1萬起2萬 就比較安全 再多的話可能就要考慮個人的風險承受能力 那麼再聲購購